欢迎收看2月3日的试说新闻,我是主播竹明子 夏威夷是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圣地,是很多华人常去的游览地点 南加州华人李女士一家近日到夏威夷旅游 在某处停车场却遭到门卫歧视 双方对峙期间,门卫还掏出电击棒威胁李女士一家 那么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女士又遭遇了怎样的歧视? 今天的试说新闻,带您来看华人一家在夏威夷遭起事的经历 南加州华人李女士和丈夫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父母 26日前往夏威夷火奴鲁鲁度假 28日早上,一家人计划去打开一家位于New大街的网红餐厅 李女士说,餐厅表示他们没有自己的停车场 需要将车停在旁边一家旅馆的停车场 餐厅可以报销停车费 然而当李女士一家开车到这家停车场门口时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李女士说,停车场是有栏杆挡着的 不是拿票就能开门的那种自动停车场入口 门口有一名40来岁的中年白人男子看守 她和丈夫用英语询问是否可以进去停车 然而这名白人警卫却装作没听见没看见 对于李女士一家不闻不问 只自顾自的忙着招呼其他车辆 王先生对该名警卫又说了好几遍 我们要进去停车 然而这名警卫却做出听不见的姿势 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李女士以为对方没听清楚 就又仔细的对她用英文解释了一遍 这名警卫却说,你们在说西语吗 我不理解你们说什么 并在二人多次解释后 仍旧以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搪塞而人 李女士和丈夫王先生都是美国高等名校毕业 英文说得十分流利 李女士立刻感觉被歧视了 而丈夫王先生也早就气得火冒三丈 下车要和这名警卫理论 还说要投诉他 警卫见状竟从口袋掏出电机棒 威胁王先生退后 这时人坐在车上的李女士 看见警卫掏出电棒也吓得不惊 他说那电棒有20厘米长 闪着蓝光 发出滋滋的声响 并且距离他的丈夫非常近 几乎就要碰到 他很担心丈夫的人身安全 王先生受到电机棒威胁后 气氛不已 和警卫说 我要打911报警 于是王先生立刻掏出手机 拨打了911 这时李女士也下车 去餐厅找负责人过来 阐述事实 没过一会儿 另一名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也过来了 但是他完全不顾王先生的解释 甚至袒护警卫说 他有权力不让你们停车 这时候餐厅老板赶到 对停车场工作人员进行解释 然而该工作人员还是置若罔文 之后餐厅老板对李女士说 这名白人警卫 只歧视亚洲人 据他所知 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非常多次 他餐厅的顾客很多都是亚洲人 也对餐厅抱怨过很多次 但是他每次向停车场业主反应 得到的回应都很消极 警察大约几分钟后就赶到了现场 了解的事情经过 王先生告诉警察 他来了夏威夷不下十次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警察为李女士和王先生说 你们的英语很好 完全听得懂你们在说什么 在警察调取监控期间 停车场的那名工作人员 反过来威胁李女士 要以transposing起诉他们 称以后他们两人 一旦来到这座建筑内 就会被逮捕 这是警察带着监控记录过来 监控记录上清晰地显示了 警卫拿着电机棒 与王先生对峙的画面 警察还表示 停车场的门卫 携带电机棒是违法的 在此期间 餐厅老板也向警察反映了 白人警卫多次歧视亚裔的行为 据餐厅老板反映 前段时间有两位日益的客人 想进去停车 警卫甚至想动手打他们 李女士说 这时候停车场负责人也到了现场 态度也十分傲慢 警察对王先生和李女士说 二人可以起诉这位白男警卫 虽然这不是一起公共犯罪事件 但是监控显示 这已经是一起私人之间的伤害事件 李女士和王先生决定起诉他 保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王先生的父亲和警察说 我们是来旅游的 不想惹事 要不算了 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 为了不破坏父母的性质 二人只能作罢 李女士称 在事发时 她与丈夫虽然很气愤 但都没有以任何种族歧视的词汇反击对方 这样做在后续理论过程中才能占上风 东亚传统文化中 人们秉持不与人争执 要善于隐忍的习性 因此许多东亚人在遭遇到种族歧视时 常选择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这看似缓和了矛盾 其实在纵容歧视和仇恨的风气 从而给东亚群体带来更多深入的伤害 种族歧视往往是无形的 它可以是网上一张Yellow Face的表情包 也可以是在餐厅被拒绝服务 那么遇到种族歧视时 究竟该怎么办呢 第一 安全最重要 如果感到不安全 且能离开事发地 请立即离开 第二 保持冷静 尽量用中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 与对方沟通 合理地表达你的不满 告诉对方 这是在种族歧视 以及该行为是无法容忍的 第三 请旁观者给予支持或干预 回到安全环境后多找人沟通 第四 及时举报 可拨打LA Hate的反酬仓热线211 干热线7天24小时在线 并提供不同语言的服务 也可以上报给Stop AAPI的网站 如果涉及犯罪行为 需尽快的报警911 自疫情以来 酬亚情绪持续高涨 给亚裔群体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 抗击种族歧视 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 积极说不 及时举报 帮助身边可能遭遇种族歧视的人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让更多人知道 种族歧视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让社会上更多人加入反酬亚的队伍中 你有目睹或遭遇过 种族歧视的事件吗 您又是怎样应对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以上就是本期 试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